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说说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故事和它的用法 唐代诗人刘雨昕因为性格放荡不羁,在经中受人排挤,被贬作苏州刺史 当地有个承认过司空官职的人,名叫李生,因仰慕刘雨昕的诗名,邀请他饮酒 并请了几个歌女,在席作陪 席间,刘雨昕一时诗信大发,作诗一首 高级云并新样庄,春风异曲杜伟娘,司空见惯魂贤士,断尽书州刺史长 司空见惯这句成语,就是从刘雨昕这首诗中得来的 诗中所用的司空两个字,是唐代一种官职的名称 相当于清代的上书 从刘雨昕的诗看来,整句成语的意思是指 李司空对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,不觉得奇怪了 这是鱼记很常用的成语 但有很多人仍会把它用错 因为寻常的事情如果是发生的很自然 便不可以引用这句成语 如早晨的时候,太阳从东方出来 到黄昏的时候,太阳便在西方没落 这样便不能说司空见惯 有些事情发生的很偶然 但又是常常可能发生或见到的 这时,用这个成语就比较恰当 比方,大都市街道上的车辆 平常都是很安全的来往着 但很多时候又会发生意外 不是碾伤了人,便是撞了车 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多了 则用司空见惯这四个字就恰当了许多 希望这个故事和用法的解释 对大家学习成语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也请订阅留言分享